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室和贵族属特权阶层 坐在意识大厅的中尉及主席台的右边 因此他们被称为右派 主张用温和的方式改造王权 代表特权阶层的利益 而第三阶层的代表者坐在主席台的左边 被称为左派 主张废除一切封建特权 代表平民阶层的利益 大革命之后 上述左右划分一直延续至今 只不过如今的左右划分的标准 与大革命时期已截然不同 当年的简单的左右对立 如今已细分为 极左 左 中 右 极右等政治形象 一般而言 右派偏保守 在经济上主张自由主义 更加重视传统文化与国防安全 左派偏激进 在经济上主张干涉主义 更加强调社会公平与人民团结 法国目前的主要右派政党是共和党 L'Hippie Publican 主要的左派政党则是社会党 Le Parti Socialiste和绿党 L'Hippie Publican 主要的中间派有共和国前进党 La République En Marche 以及民主运动党 Modem 此外 法国的大的政党还有乐旁领导的 极右翼国民阵线 Le Front National 和梅兰雄领导的极左翼政党 法国不去党 La France Insoumise 第五 共和国时期 法国主要有左派右派轮流执政 但也出现了左右共同执政的特殊现象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左右共治 左右共治在法语中为 L'Gobitation 这个词本是指 同居同住 共同生活 这里将其引申为左派与右派 分享行政权力 左右共治为什么会出现呢 其实这是由国家政体所决定的 法国实行的是半总统半议会制的政体 宪法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统帅 由选民选举产生 拥有任命政府总理和部长 解散国民议会 举行全民公投等特权 总统会根据国民议会中各政党拥有的议席 委任多数党或者联盟多数党的代表 出任总理 如果总统与议会多数派分属对立的政治派别 那么总统要按照惯例任命对立的多数派代表为总理 就会出现左右共治现象 形成实际上的行政双头制 重新分配总统和总理的权利 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 总共出现过三次左右共治 第一次左右共治 从1986年到1988年 左派总理米特朗和右派总理希拉克 第二次左右共治 从1993年到1995年 左派总统米特朗和右派总理巴拉蒂尔 持续时间最久 引起争议最多的是第三次左右共治 1997年 新当选的总统希拉克 为了维护右派阵营的利益 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重新进行议会选举 然而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 社会党牵头的左派阵营 赢得了国民议会多数席位 希拉克总统被迫任命 社会党党魁弱势潘为总理 从而开启了有史以来最久的一次左右共治 在此期间 右派总统与左派总理 成双入队 出入国际峰会 分享一个席位 导致法国国际形象受损 由于右派总统与左派总理 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分歧 双方很难达成一致 导致政府部门左右摇牌不定 效率低下 2012年希拉克总统赢得了连任 人民右派人士拉法兰为总理 从而结束了这场长达五年的左右共治 左右共治初期给法国带来一定的好处 避免了极端政策的产生 但是同样也使国家内耗不断 效率低下 外交形象受损 2017年是法国的大选年 先是五月份的总统选举 接着是六月份的立法选举 大选的获胜方 是马克龙及其领导的法国前进党 新当选的总统马克龙 曾是右翼社会党的成员 后离开社会党 于一年前创建了号称 跨越左右之分的前进运动 以非左非右的独立候选人身份 参加总统选举 并在第一轮投票中 一举击败传统的左右翼候选人 并在第二轮投票中 战胜极右翼候选人勒庞 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八位总统 非左非右的马克龙当选为总统 打破了法国政坛非左即右的常态 寄托了普通法国人 想改善自身生活的美好愿望 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 多次引用邓小平的名言 不管黑猫白猫 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其实对法国普通人而言 不管是左派右派 能改善人民生活的 就是好的党派 我们的课程到时结束 谢谢